操场舞台整面墙倒塌 画面看了触目真心 好几个都受伤难多 有的人搬了椅子坐在户外 小朋友四处跑来跑去 这里是花莲的秀林乡和平村 强震害的村民吓得不敢回家 跑到对面的操场搭帐篷 暂时待在那边 你们现在不敢回家 不敢回家 等稳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回去 这个一阵一直来一直来 很危险 家里都乱了 家里全部都乱了 冰箱水电电油 不能开 怕烧环子了 就只是集中在 因为我们怕一阵太多了 不止二十多次好几次 实在是被吓坏了 就连躺在床上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村民也赶快把他们推出屋内 安置在帐篷里面 上回速发台风过后 村民有了经验 紧急设施统统做足 赶快把事先准备好的帐篷搬出来 只是余震不断 道路也坍塌 部落没水也没物资 路早上是不同的 那就是有请一些机具去把大石头都用开之后 那现在我们和平是可以过来 完全没有物资可以进来 昨晚是有碎袋 但是那个量一定是不够的 另一头救护人家的地板 整面隆起 凹凸不平 客厅的家具四散 柜子整面倒下来 物品散落一地 地面的砖块均裂 屋外的盆栽碎裂 惨不忍睹 让屋主看了好心痛 刚到家的时候我看到 我这面墙倒了 倒了 然后我又开我的门 断圆残壁 房间内的物品东倒西歪 贫贯全倒 墙上的照片也被震道歪掉 一场地震让和平村成了孤岛 后续复原 恐怕也是一场硬仗 明镜新闻陈运言 刘雨琪花莲报道